各位学生大家好 欢迎来到通奥会计的代谢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2022年著作怪计师会计预习班的内容 我是这个班次的主角老师 我叫张庆复 那么为什么开设预习班 实际上它是为我们后边基础班的内容打下一定的基础 因为进行著作怪计师考试的学员有一部分是零基础 或者说我有一点基础 但是我基础知识差不多全忘光了 那你在听基础班之前有必要学习一下预习班 预习班它最主要的目的是给大家讲解一下会计的基础知识和会计的专业知识 最终还是为基础班而什么的服务的 这是在讲解这个班次之前我要给大家进行的说明 那该说的都说了 下边我们就正式开始学习预习班 在这次讲解这个班次之前 我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班次的框架结构 一共就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相关内容介绍 您不是想成为高达上的著作怪计师吗 您不是要考CPA的考试吗 考试的提形提量 基本情况是什么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第二部分是教材的框架结构分析 那有人说新教材还没出了 你怎么分析啊 实际上我是以2021年教材为主 给大家把相应的内容分析一下 我们教材来了可能会修订一部分内容 可能会增加一部分内容 但主体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可能有些学员又有疑问了 我这教材框架结构分析 我现在啥都没学 我是零基础 你给我分析完了有什么用 你终究会把基础班学完的 等你学完了基础班 再回来听一下我跟你所说的教材框架结构分析 你可能会有另外一番收获 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基础知识介绍 我只讲两个模块 第一个是会计基础知识介绍 什么 面对会计的小白 您的会计的入门知识 那我可能要在这给您介绍一下 还有一个是会计的相关专业知识 那对于会计的相关专业知识 我一部分介绍税法的知识 一部分介绍财务成本管理的货币支援价值 因为这两部分都是我们将会用到的内容 我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既然框架结构说完了 下边我们就正式开始将解预期班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看第一部分相关内容介绍 首先对于相关内容介绍 我主要是对大家进行CPA考试的时候 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内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标题是我们考试科目及时长 一共六科 会计 审计 财务成本管理 经济法 税法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讲的会计考试时长是三个小时 给的时长是最长的 你就应该知道 不论它的阅读量 计算量 书写量都应该是最大的 我相信大家还知道 因为我还讲审计 审计的时长是两个半小时 所以相对来讲难度要稍微大一些 那么以2021年的考试为例 我们考试时间是2021年的8月27号至29号 在2020年之前都是在10月份 过了11我们参加考试 但是从去年开始时间调为8月份 我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点 不论什么是考试 大家只要是把知识学扎实了 肯定没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言归正传 我们只说会计 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会计的预习班 CPA会计 我们考试的提型提量分析 一定要注意 从16年到我们2020年的提型提量是一样的 也就说单选12个题 每个题2分 记住了 我们会计的单选题是每个2分 而不是1分 然后一共是24分 多选题是10个题 每个题2分一共是20分 客观题加起来是44分 而主观题计算分析题 两个题 每个题10分是20分 综合题两个题 每个题18分是36分 加起来这两部分合成为主观题是56分 44加56正好等于多少 100 但是2021年提型提量发生了变化 客观题加起来是50分 主观题加起来也是50分 我一会告诉你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弊端 首先客观题 它的单选题增加了一个题 从12题变成13题 每题2分一共是26分 它的多选题增加了两个题 每题2分一共是24分 所以在这儿大家会发现 单选多了一个 多选多了两个 正好44增加了6分变成50 而主观题两个题 每个题9分一共18分 综合题两个题 每题16分是32分 它现在客观题50分 主观题50分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 如果你说我特别发出大题 我客观题做得很好 那这样的分值分布结构 对大家来说是有利的 但是也有弊端 弊端在哪呢 原来的每个计算题是10分 现在每个计算题9分 有人说差一分 肯定考核的内容会少一分 不一定 他可能还会考核这些内容 但我原来给你10分 我现在给你9分 这无形中博少了一分吗 另外我客观题既然增加了 单选题的一个 多选题的两个 那我肯定增加题目呀 我客观题考核的面 就会怎么着 广 那要求你服务的广度 就要增大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 这个有利有弊 这种分值分布结构 大家能明白就可以了 往后千万别再跟我说 客观题44 主观题56 我们是客观题50分 主观题50分 既然今年改了 我估计2022年还会 延照这个分值分布结构来出题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 另外提示大家一下 我们如果用英文答题 可以额外增加5分 但是有几个要求 第一 您答这道题的时候 一定要纯英文 不能中西合璧 第二 您答这道题时 即使你用英文答题 你得保证它对 如果它不对 你照样还是得不到这分 题目本身的分值你没得到 然后英文附加分你也没得到 所以没有十足的把握 尽量给我用中文去答题 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规券 一定要注意到 这是标题二 那么标题三 我想说一下 我们住的会计师会计考试的提醒特点分析 不就两大类提醒 一个是客观题 一个是什么 主观题 分别说一下 客观题包括单选题和多选题 我说了半天了 单选题现在是13个题 每个题2分26分 多选题12个 每个题2分24分 单选加多选 一共是多少25个题 所以我把这俩放在一块去 我们住的会计师会计教材 一共可求30章 他要出25个题目 说明他的试题覆盖面 还是比较广的 我不能说每张必出一个客观题 也平均差不多够了吧 所以他涉及的章节角度 这就给大家复习造成了一定难度 不要去猜 说哪一张不出题 他不出主观题 他一定会出客观题 另外毕竟是单选题和多选题 他还是重在考核基础知识 相对来讲重点比较突出 你要问我 说老师你能何点给我说几个点 哪些点经常考吗 比如说现在2021年教材 第23章的关联方的判断 比如说我们日后事项调整事项 和非调整事项的区别 比如说我们会计政策变更 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区分 这些题包括比如说外比折算的是 用哪个汇率 这些题几乎年年都在考 所以我说他重点脚突出 不是没有道理 不是进口词黄的 大家还是要关注到 历年考题的一个趣事 那么第三个就是计算型的题目 占比相对较大 它是单选题 但是我问你最后资本公积的数值多少 您不会算 您分路写不出来 您最后说您资本公积的数值选对了 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包括多选题 它也可以出这种计算型的题目 这都是需要大家关注到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客观题 包括单选题和多选题的提行特点分析 那接下来说主观题 计算分析题现在是两个题 每个题9分加起了18分 那么对于这样的内容 我还是说一下 计算分析题 它比较注入基础知识的考核 所谓的基础知识 就说明它的重点还是比较突出的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收入呀 然后集中工具 长期股权投资 合并报表 股份支付 职工薪酬 不用猜 这些点几乎年年都是重点 另外如果有新增的知识点的考核 举个例子 去年长期股权投资新增了一个股权的权益法的被动息事 第三批试卷的学员不就考到这个点了吗 所以基础知识一定要掌握住 另外新增知识点一定要掌握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相对来讲它的考点比较集中 毕竟它的题型叫什么 计算分析题 考点比较集中 综合性相对来讲不强 我就以2021年前两套真题来说 它有的直接就单纯的考债务充足 有的这条题几乎都是考14号准则收入的 或者进行一些简单式拼盘式的考核 比如说我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跟你第28张美股收益结合 我把租赁跟你职工薪酬结合 但是这种结合也就是一两章 一两个知识点的结合 绝对不会很复杂 为啥呀 它如果很复杂 它就不叫计算分析题 它叫啥 综合题 所以计算分析题的提型提量 还是很固定的 那么最后一个提型叫综合题 我们至少要知道 不论从提量上来说 两个题 阅读量 计算量相对来讲都比较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考试时间 你不要说我前边25个客观题 包括两个计算题 我占用了很多时间 到最后两个综合题 我没有时间做了 您没有时间做了的结果是什么 两个题 每个16分 32分 您得不到 您只是从剩下68分里边去取60分的及格分 那难度会很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时间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试题的综合性 相对来讲比较强 它不像计算分析题 我计算分析题 我顶多跨一张的内容 单纯考核 诈不充足 单纯考核收入 或者一两张的内容 而我综合题 它涉及的章节 比如说三张到四张的内容 甚至更多 那这时就有一个问题 它要涉及更多章节的内容 那它的考核形式 它总得有一个形式 把这些章的内容联合起来 一般来说 我们原来考的就是差错更正 但是2020年 也给所有的著作怪记师考试 的考生敲响了警钟 它会明确的告诉你 假公司2021年发生如下业务 把完全不同章节的 比如说四个知识点 五个知识点放在一块 这种拼牌式的考核 它就不是考查错更正 就很中规中矩的考你账务处理 这样的题2020年初过 它也许是考试的一个新动向 之所以它成为新动向 跟我们这两年疫情 比如说延期考试呀 或者推迟考试 跟这些有关 它不得不改换一些形式 但是大家一定要掌握 你怎么知道你是第几批 才能参加考试 这是标题三 提型的特点什么 分析 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 我还是这句话 从2020年的出题来说 它完全可以把不搭界的三到四章 甚至三到五章的内容 以假公司发生出下业务 给你放在同一个题里边出 所以既然它有可能是出题的一个新动向 我就希望大家全面复习 那有人说要全面复习 是不是教材这三十章的内容 我要事无极细 全部熟练掌握 未必 还是要突出重点 重点是什么 我前面一直在说收入 金融工具 长期股权投资 合并财务报表 租赁 职工薪酬 股份支付 借款费用 所得税 这一些是耳熟能强的重点 这是我希望大家关注到的 那么第二个 我还是希望大家制定相应的计划 进行有效的学习 这个有效的学习啊 我希望大家把书跟课 更好的结合起来 我大体上把这种福袭 分成这么四个阶段 第一个叫熟读 如果我要建议大家 我会告诉你 在新教材下来之前 你最好先把难度较大的几章 先给我听一下2021年的课价 有人说我没学 我现在在听你预期班 我连基础都没有 我怎么听难度较大的章节 疏度百遍七次线 所以我希望大家把难度较大的章节 哪怕你听完了不懂 哪怕你听完了不明白 你先听一遍 脑海里边大致有个梗干 因为难度较大的章节 他不可能一遍就能学完 这就是很多学生说 老师我可能有80小时的时间 我正好顶的课价是80小时 我就一比一的比例去听 您忘了 有些章节难度大的 您不可能一遍就能把它听会 所以对于难度较大的章节 在新教材下发之前 我还是建议大家听一遍 那又有一个问题 有人说哪些是难度较大的章节 你去看一下微博呀 包括既然有人一直在 给我推什么小红书之类的东西 都是会告诉你 哪些是难度较大的章节 那么听完了这些内容之后 把预期班听完之后 我跟你说的这四个阶段 是从新教材下发之后 你按照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把它叫做疏度 就是要把教材 要把习题花大力气去理解 这个大力气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边听课边做题 如果你习惯了按章去听课 那就是听一张课做一张题 然后一定要把教材 给它弄得透透的 可能你的一遍下的三十张的内容 七百多页书 你可能大概就要花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我就按照你考前六个月 你比如八月份考试 我就按照你从二一份开始用功 那么三个月 你才能把第一遍给它过完 那么有了熟读这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精读 您第一阶段可是边听课边做题 一张一张听的 一张张做题的 你已经知道哪是重点了 把不重要的已经给它怎么的略过了 你第二遍 如果再听基础班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做到有地方去 这样你可能就会花 比如说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我一定要把时间压缩一下 然后我把基础班过第二遍 当然做题还是必不可少的 我始终在给大家说一句话 有些学生说 老师我先听一遍 我有个印象 然后我第二遍听我在做题 你会发现你第一遍白听 什么用都没有 一定要边听课边做题 那么第三遍就是贩毒 您记忆力再差 您基础班已经听了两遍了 总差不多了吧 然后接下来主要的任务 会计就是做题 我把它叫做以题代教材 这是你在压缩一下时间 比如说压缩成一到两个月 等于两遍基础班 每一遍都做题了 第三遍贩毒的时候也做题了 那么其实我们快去学习三遍 差不多就该迎来考试了 离到考前半个月到一个月 我把它叫做粗毒 哪不会的 我再给他十一补缺 补补缺 然后哪没掌握熟练的 我再给他掌握一下 哪的账务处理不熟的 我再强化一下记忆 这个阶段就是重在理解和 我们所说的融会贯通 所以重点还是在前三个阶段 前三个阶段至少你基础班应该给我听两遍 然后再做一遍题 然后你再说考试 你才可能心里会有底气 这是我给大家所说的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就是强化练习 这个强化到什么程度 我前面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是在说做题 只不过第一遍是听一张课架做一张题 第二遍把不照的略过 还是以做题为主 第三遍是以题代教材 那可能有学学员说老师我做什么题 比如说我们都要有轻松过关 一呀二呀三呀四呀 当然轻松过关四是考前六道题 这个是考试之前我们才会出的 那有人就开始纠结 轻松过关三是理念真题全系 然后我到底买一呢买二呢都可以 如果你说我做过的题 我从来不想做第二次 那好您第一遍做轻易 第二遍做轻易 如果你说我因为我做题时 我只习惯做已经有标记的题 那您就可以买一本轻易 第一遍做轻易 第二遍还做轻易 没问题 看个人习惯吧 目的是提高解题速度和准确性 那么第四个认真研读理念试题 这个理念试题是有必要的 那有人说是不是去年考过的 前年考过 今年还有可能考完完整整相通的题目 不可能 您要想清楚 您考试通过以后 您会成为高大上的助理化解师 怎么可能考原题 那是右生小 那是小生初 但是研读理念真题会给你一些解题的思路 考试的趋势和考试的方向 诸作怪计师会计 我会给大家讲解西题班 最好的西题实际就是真题 我会从真题里边挑一部分有代表性的 比如说给大家拼凑一下 形成拼牌式的题目 那有人说你是不是七名八名 不是 我们考试就是考拼牌式的综合题 我会按照考试的难度给大家有计较性的拼凑一下 或者单纯的讲解一些题目 最后我们有真题讲门班 给大家讲解三套 我们历年真题 这是历年真题 大家不用担心 随着我的班次听 你都可以听到 第五个是注意机考的什么技巧 我们今年考试 CPA一好 中级会计支撑一好 有一些地区是延期考试的 然后采用纸质的形式答题 剩下都是我们机场操作 所以有些考生难免遇到笔记本电脑 说如果我要用台式机 我这次考试过 笔记本电脑键盘又弱 键盘又小 屏幕又小 我特别不适应 我考不过 您的成绩在那 没有人听您任何解释 所以练习的时候 答题最好一笔记本电脑去给我答题 将来碰你台式机对于你来说 不更是皆大欢喜吗 这是我们所说的学习方法的第五点 随着这五点的学习方法完成 那就意味着第一部分相关内容介绍 我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下边我们看第二部分 教材框架结构分析 我只能说在新教材没有下来之前 我以2021年著作会计师考试 会计教材的内容为准 给大家进行框架结构分析 2021年的教材一共30章 我们把它一共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会计基本理论 第二部分会计要素的核算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盈利润 第三部分叫特殊事项的处理 第四部分是财务报告 第五部分是我们所说的其他内容 其他内容就包括最后两章的内容 这是这五个部分 那下边我们就先看第一部分 会计基本理论 它只包含一章 就是第一章总论 借着每一章每一部分的讲解 我会大致的告诉你 这章会以什么题型出现 然后考核的频率是高还是低 常考的考核点在哪 你比如说第一章总论 大概就是一个单选题 或者一个多选题 这么一个客观题 但它年年必有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开篇制作 它可以把后边的内容随便找一些内容 放在第一章来进行考核 我们注的观企师考试 不论单选和多选 分值不都是二分吗 所以第一章基本上也就是二分左右 那么第二部分会计要素的核算 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我们这的第七章 还有前边这一块都是我们所说的 什么资产 前面这些都属于基础性章节 比如说第二章存货 存货能考的点 无话乎就两个 一个叫初始伎粮 我从不同的来源渠道 得到这个存货 这存货入账时入多少钱 这就叫初始伎粮 比如说你外购的 比如说你委托加工的 这些存货的金额 计账原理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存货的后续计量 这是客观题几乎年年考核的内容 就是你应该不应该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你该提多少钱的存货跌价准备 这是我们存货这张主要考核的节目 一般来说是什么 客观题 那么第三章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也涉及到初始伎粮 比如说我外购的固定资产 价值几何 比如说我分期付款 购买的固定资产 我要以限值入账 比如说我一笔款项购买 多项固定资产如何进行分摊 这都是初始伎粮要完成的 你什么时候能向我叫信口年来知识点 你对教材就掌握很熟了 那么另外还有我们所说的后续计量 它的后续计量相对来讲要复杂一点 比如说它的后续计量有折旧 哪些可以提折旧 哪些不能提折旧 再比如说后续支出 我的固定资产取得之后 我进行改量了 改国建了 更新改造了 我如何进行后续计量 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 尤其后续支出 几乎年年都在考我们所说的单选的小计算 除了这些 当然还有一些固定资产的什么处置 但大体上是以客观题为主 那么第四章是我们所说的无形资产 其实它也包括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但它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点 就是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 我会计如何处理 这跟后边我们所得税那一章 结合起来经常可以在综合体里面进行考核 这是第四章 第五章是投资性房地产 资用的房交固定资产 出租了就叫投资性房地产 资用的地交无形资产 出租了就叫投资性房地产 所以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一些合算原理 跟我们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非常非常类似 但是它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成本模式 还有一个是公允价值模式 那可能有人就问了 你是跟哪种模式类似 当然是跟成本模式 公允价值模式有它自己的特色 而且投资性房地产 跟无形资产的自行研发也是一样的 它经常结合着第十九章所得税的内容 来进行考核 所以第四章自行研发和第五章 我们投资性房地产加所得税的内容 经常在主关题里边出现 除了这些内容之外 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何应安排 它至少可以称得上是魔鬼 为啥第一难第二重点 第三考核频率高 对不起大家 长期股权投资与何应安排 我至少至少每年都讲十个小时以上 你就应该知道它难度有多大 这就是传说中的 你打算听一遍 认认听一遍 你就觉得你可以掌握的不可能的章节 这一章你至少应该听它三遍 你才可能对长期股权投资有一定的领悟 我还不能说你掌握了精髓 所以第六章绝对是难度非常大的一章 大家一定要在这下功夫 可以说第六章是大家学著的会计师会计以来 第一个拦路虎 一定要注意 这是第六章 另外我想提示大家一下 长期股权投资可以结合着第27章的合并财务报表 在主观题里边进行考核 这个主观题就是综合题了 不用猜 肯定是16分的综合题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把这块内容掌握住 因为同样是投资 第六章讲的是个别报本如何处理 第27章讲的是合并报本如何处理 一项业务在个别报本合并报本分别如何处理 这是最完美的结合 没问题 就跟说一个男人在外边打拼事业时怎么表现 在家里面对家人表现呢 不都是这一个人吗 非常完美的一种组合 第七章资产减值一般来说是客观题 单选呀多选呀 而且有些年份根本就不出题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内容就行了 第八章复战一般考核也是客观题 有时甚至不出题 但是这两年我说的这两年是2020年 跟2021年初题老师都在这张出到了客观题 还是要掌握一些点 第九章职工薪酬 首先他可以口合客观题 比如说我们累计带薪缺勤 比如说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但是他还有一种题形式可以考主观题 是结合着差错更正来考主观题 结合着差错更正来考主观题 这个主观题只要一考 综合题里边哪怕他只占一问 至少就三四分四五分的样子 所以职工薪酬的账务处理 大家一定要非常熟 在这儿呢 我们有一个叫设定受益计划 非常难 我讲的是大概要讲两个小时 有人说是不是主观题就在这儿 这儿反而不考主观题 别自己吓唬私底 这儿基本上考的都是客观题 那有人说既然考客观题 你为什么还讲解两个小时 没办法 教材的四个步骤 我挨个都得给你讲到了 但是最后他就考一个客观题 所以差错更正的主观题 反而是非常常见的 比如说以资产产品 以外购商品 发给职工作为非货品福利 这些是主观题常考的点 一定要注意到 第十张股份支付难吗 难 它不是难在别的方面 是它难在抽象 非常抽象 它的计算跟这个内容 包括跟这种形式 好像完全不达借 但是它非常非常容易 结合着差错更正来出主观题 我们综合题最容易考的是 差错更正 尤其是集团公份支付 这些都是常考的点 一定要注意 第十一章是借款费用 借款费用好像2014年 考了个发行债券的综合题之外 基本上要不然在主观题当中 有一部分内容提现 也就占个一到两分 两到三分 要不然它索性 推尔求其次只考什么 客观题 我觉得你只要把2014年 那种综合题诺会了 其他的内容肯定是没问题的 那么有人说 你当现在都讲了这么多了 我们到现在已经说了这么多了 哪些相对来讲重要一些 大家会发现 第四章自行研发加所得税 第五章投资性房地产加所得税 第六章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第九章职工薪酬 第十章股份支付 这都是我们会计的重点章节 其他的内容不是说他不考 但是频率没有这么高 第十二章货有诗项 货有诗项 我们现在经常考的一个题目 就是产品质量保证 跟我们第十七章的收入结合 一个是保证类质保 属于第十二章的内容 一个是服务类质保 属于第十七章的内容 这两类质保 你能不能给它辨析一下 除了这个之外 基本上都是客观题 偶尔在主观题里边得一提下 但是难度非常小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除了长期股权投资 会让大家刻骨铭心 另外一个让大家刻骨铭心的 就是第十三章金融工具 对不起大家 教材的立题 您老人家一定要挨个儿会 再说一遍 教材的立题 您老人家一定要挨个儿会 而且金融工具 不是难在立题 它是难在理论部分 我虽然尽可能的给大家 讲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举例 对于大家理解理论部分 虽然有帮助 可是大家仍然有一定的困难 第十三章值得大家去下功夫 第十六章 所有者权益 没有什么特别重点的 也没有什么难度较大的 剩下我们来到了第十七章 收入费用利润 这是我们教材第三个难度较大的章节 很多人经常会这样形容 我没有舍在第六章长期股权投资 我没有舍在第十三章金融工具 我却舍在了第十七章收入上 确实是这样 我对大家的要求是 凡是我讲义里边的立题挨个儿会 再说一遍 凡是我讲义里边的立题挨个儿会 您必须会做 你会区分可编对价的后续脊梁 后续变度 你还要区分哪些是合同变更 区分完了 你还要进行账务处理 这难度较大 我说一百遍 没用 大家学的时候就知道了 第十八章是我们所说的 正福补助 通常是考 科幻题 比如说政府补助的范围有哪些 哪些属于政府补助 哪些不属于 政府补助的账务处理原则有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 政府补助 比如说退回了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用哪个科目 金额是多少 这是科幻题经常爱考到的 另外 政府补助有一个点 一定不能忽视 就是它可以结合着我们所说的差错更正 考核综合体 这个差错更正的点非常清楚 就是商品对价的什么组成部分 啥意思 我卖给别人东西都是一百块钱 但我现在中了国家的一个招头标 国家让我卖给消费者只卖八十块钱 额外的二十块钱国家额外补贴给我 这二十加着这八十都算我的收入 二十不算征服补助 大家学的时候我会再强调 这儿第十八章就这么一个点 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到这儿为止 第二部分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所以你看我画五角星比较多的 像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股权投资 支付金筹 股份支付 然后金融工具 收入 这些都是重点场景 画五角星多的还是难度较大的章节 这是第二部分 那么第三部分特殊事项的什么处理 第十四章租赁 我们根据二十一号准则 编写了新的租赁 这个租赁是2020年是第一次进行考核 2021年也就是去年是第二年进行考核 2020年曾经完整的考了个计算分析题 2021年是把租赁和我们非货币性职工福利 结合起来进行考核 不论怎么考核 这两年都是在主观题当中体现的 那有人说今年呢 今年租赁我仍然希望大家掌握到主观题 因为毕竟这是新教材颁发之后的第三年 我还是希望大家把租赁当主观题来掌握 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吧 这是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是持有待受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持有待受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既要知道它的猎报原则 又要知道它的账务处理原则 而终止经营只设计一个内容 我在报表上如何进行什么猎报 既然如何进行猎报 对终止经营来说 它只可能考客观题 而持有待受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尤其是有关长期股权投资的持有待受 这是这两年频繁的在综合地里边进行考核的点 一定要给我当重点好好看 对子公司投资要卖到丧空 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投资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这是难度较大和重点的章节 第十九章所得税 不要怕怕也没用 我们所得税从会计如何处理 从税法的规定如何处理 一个是当期所得税 一个是地盐所得税 这个所得税既可以单独的考核 也可以从前边随便挑一张考核 比如说跟固定资产组合 跟无形资产组合 跟投资性方地产组合 跟长期股权投资组合 也不是不可以 包括资产减值这块 都可能涉及到所得税的内容 它考核的面非常过 不要怕 一定要学透了 但是学这一章的内容 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内容 就是税法的规定 因为我们一共六门课 有一门课不就是税法吗 税法关于企业所得税如何规定的 这是您老人家必须要知道 第二十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常考的一个客观题 就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什么认定 俗称以物以物以非以非 也可能涉及到补价 我们要小于25%的比例进行 另外它可以作为主观题的一个前奏 啥意思 我在最初最初考核你 我拿了一个设备换了一项投资 换完投资之后 我采用权益法正常往下核算 这不就等于起个引子的作用吗 所以主观题它可以作为引子 可以作为前奏来进行考核 没问题 但是难度不是很大 第二是一张诈物重组 这一张去年单独考核了个计算废议题 前年增加的 但前年一点主观题没考 去年考核了个计算废议题 另外它可以考核口感题 比如说到底哪些叫价物重组 还有它也可以考核主观题 也是作为前奏来进行考核 所以第二十第二十一张 这两张难度不大 但是大家意料明白其中的原理 那么除了这个第二十二张 外比折算 基本上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往前倒推十年 基本上都是客观题 往前倒推十年 百分之八十都在考你 外比报表折算的时候 用哪个汇率 百分之二十考你 具体的会计分录 具体的账务处理原则是什么 比如说我给你个银行充管的项目 我让你算算汇率差额 这不也是考会计分录吗 但是它大体上还是以客观题为主 这个大家能明白就行了 第二十四张是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积极变更和查所更正 先说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 这俩有一个客观题几乎年年在考核 哪些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哪些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这是您老人家应该会的客观题 基本上频率非常高 不说年年都考也差不多 除了这个之外 插错更正我前面一直在说 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加插错更正 投资性房地产加插错更正 股份支付加插错更正 职工薪酬加插错更正 所以插错更正我经常把它说成是壳 因为在我们争本教材有两个壳 我把它叫做壳一 这个插错更正随便挑一张内容 比如说我把所得税的内容 故意给他写错让你更正 我把吃货待兽的内容故意写错让你更正 甚至我把政府补助的内容故意写错让你更正 随便那张内容都可以放在 插错更正里边进行考核 所以有人说我既然知道插错更正会靠综合题 那我就把教材上内容都给他背下 立题都背下 没用 因为他用的是插错更正的原理 他考核的是其他章节的内容 你怎么背 还是明白原理 明白正确的账务处理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24章 第25章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有一个客观题几乎年年都在进行考核 就是如何区分调整事项和非调整事项 如何区分调整事项和非调整事项 客观题下列属于调整事项的有 下列属于非调整事项有 跟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一样 频率非常高 几乎年年必会有人碰到这个题 剩下他还可以考我们所说的主观题 日后的调整事项 他也是一个壳 是我所说的另外一个壳 我把它叫做壳 比如说他完全可以把前面的货有事项 然后结合着日后事项来进行考核 年底我让你告了法院没判决 第二年报表爆出之前法院判决了 这不是完美的组合吗 或者我前面随便说哪张内容我说错了 我随便给你写个错误分路 到我们财务报表爆出之前 我发现了我让你更正 这不都是在考日后的调整事项吗 所以大家注意 客观题要掌握住 主观题的原理也要掌握住 第二十六章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合并 难 真难 它的难度在于两个点 一个是我们所说的或有对价 其实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说的对赌 同控的或有对价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还有非统一控制下的或有对价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尤其我去年给大家新增了一个 以自身权益工具比标的结算的或有对价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这些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章节 这个或有对价 我给大家举了大量的题目 我还是希望大家会 这是第一个或有对价 还有一个难度比较大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向购买 这个反向购买2016年考核了综合体 本不应该 有哪那么多不应该 那年的能力等级只是一级 那年的能力等级只是了解 那年2016年考核了一个18分的综合体 因为在2016年综合地下18分 不像现在16分 那么2016年考核了综合体 从那往后剩下的 基本上很少涉及到反向购买的题目 所以我对大家的要求是 把反向购买教材的立体能给它掌握住 我觉得也就可以了 或有对价能把我讲义上补充的立体掌握住 我觉得也就可以了 其他的还有一个去年新增的就是业务的概念 判断我觉得大面积考核 让你判断业务的概念 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知道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三部分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 第三部分从租赁开始 租赁今年还是给我当重点好好看 持有待受所得税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章节 剩下有两个壳 一个是差错更正 一个是日后调整事项 那有人说老师你说了很多章节都考主观题 首先一套试卷的主观题就是两个计算非题 两个综合题 但是您别忘了 我们现在受疫情的影响 就拿2021年来说 我们会计考了三个批次 一个批次四个主观题 三个批次可就十二个主观题 而且每一个主观题可以囊括三到五章的内容 它能涵盖多少章节的内容 所以我们现在会计呀 考试的难度是一面广 著称 而不是深度有多深 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去猜 返校购买太麻烦了 我放弃了 2016年就饱饱的让你舍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我们以面广 作为复习的点 而不能说考核 说我去猜题 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是第三部分 我们特殊事项的什么 处理 那么第四部分是我们所说的财务报告 第二十三章财务报告 首先讲的是什么 资表 资产负债表 对资产负债表考核的形式 有一个而且是高频考点 就是按流动性划分 哪些属于流动性项目 哪些属于非流动性项目 这是经常考核的 然后另外 利润表考核的点 只有一个 哪些影响营业利润 哪些不影响营业利润 营一败收入 营一败支出 不影响营业利润 而还有一个重中之重的 就是现金流量表 几乎年年都在考核相应的内容 年年都在考核 下列属于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有 下列属于筹资活动 下列属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这几乎是年年必考的一个点 所有者全一变动表 倒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付助 付助里边的关联方的判断 每年必会有人碰到这道题 下列企业中 构成假公司关联方的有 哪些能构成关联方 这是几乎年年都在考核 我不能说几乎年年 好像从来没断过 这年年都在考核这个题 另外 比如说报告分布 比如说中期报告 这些点 他不是年年在考 但是 也是经常考核的点 所以第二十三章 大家会觉得他学的特别杂 没办法 你应对的方法 如果你要想更好的应对的方法 就是做历年什么 真题 做历年真题 这是我给大家提的一个建议 第二十七章 和平财务报表 不要只看他只有十二节的内容 我记得我去年讲和平报告 应该是讲了二十三个小时吧 今年差不多还是这么长时间 二十多个小时讲一张内容 他跟长期股权投资 结合起来考一个十六分的综合题 有人说老师 我和平报表死活不会 这十六分的综合题 我放弃 我就是从剩下的八十四分当中 我拿到六十分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但是可行性不太强 因为这个和平财务报表 你既然是高达上的注度概迹师 你现在逃避了 你躲过去了 将来你真正参加实务的事 比如说你做事务所的审计 你不是也会涉及到和平报表的审计 等你都去审人家编的和平报表 你张嘴跟人说我和平报表不会 那不是有点一笑大方的一种感觉不好 所以我还是就让大家 把和平报表好好听听 尤其是第十节难度较大 特殊交易在和平财务报表中的账户处理 我希望大家好好看看 那么第二十八章是美股收益 就两个 一个是基本美股收益 一个是西式美股收益 更喜欢考或者初题老师 更爱考的是西式美股收益 基本上考核的形式是客观题 这个客观题非常有规律可循 你只要给我把关于第28章的历年真题 从头到尾多做两遍 这个客观题妥妥的分支就有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客观题 另外它可以作为主观题的一部分 比如说去年不就考了一个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加一个美股收益吗 其实它还是让你计算 基本美股收益是多少 西式美股收益多少 所以即时的考核主观题也是在考计算 你只要把历年真题做会了 第28章美股收益的分支大概是两到三分左右 这个分支你妥妥的能拿到 你没发现吗 财务报告第23章我让你做历年真题 第28章美股收益我也让你做历年真题 一定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 你才可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原理上说我每个点都要掌握 我每个点都要掌握得非常熟练 时间不等人 很多人开始安排的特别好 比如说我们会计基本上 提出完的课间在160到170小时左右 因为原来大概是150 后来增加了好多内容收入 增加了26个例题 合并宝宝增加了很多情形 基本上就是在160到170个小时之间 你怎么可能说我只听一遍 我刚才前面那熟读精读贩读粗读 给谁准备的 就是因为这样时间又不够 你可能动手的又晚 所以要掌握这些技巧 对于大家能顺利通过考试 会很有帮助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四部分 财务报告 第五部分其他内容就两张的内容 一个是第29章的公允价值企量 这是39号准则 重要吗 不重要 基本上平均来说一分左右 有人说你咋能出个一分 但选题不还两分呢 他有些年份不考题 所以总体来说 大概也就是一个客观题的形式 有些年份甚至根本不考这一张的客观题 而且他其实考各观题 就是让你判断什么主要市场呀 最有利市场呀 这些公允价值的金额呀 也就是很简单的客观题 能知道就可以了 第三十章是2018年新增的内容 2018年新增的内容 包括两大部分 一个是政府会计 一个是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非会计 2018年新增的时候 2018年从教材 政府会计当中抽了三个例题 各抽了一部分 考核了一个计算分析题 那年的计算分析题还是十分 只有去年开始变成九分 剩下的年份都是以客观题为主 但是这个客观题 就跟我们前面讲第一张总论式 它也是客观题 但是这张的客观题性价比不高 为啥呀 很简单 政府会计用到的会计科目 非常特殊 非常各色 跟我们前边这些企业会计 用到的会计科目 好多都不一样 你企业会计会计科目 你能掌握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您再给我来个政府会计 可能难度就更大一些 另外呢 既然它考客观题 基本上也就是二分左右 一个单选呀 一个多选 最多最多 您很不幸 在这道诗卷上碰上两个客观题 也就是四分 一般很少这么出题 你想三十张的内容 然后一百分 等于每张平均分才三分多一点 它要在最后一张出了四分 那出题老师有点本末到质 所以不太可能 基本上就是一个客观题 大概二分左右 但是你知道这一张 我讲讲多少时间 而且非常快速的 只讲梗概 只讲线条 我大概还需要讲四个小时 所以相对于第一张来说 这一张的性价比 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所以大家复习时 有人说老师 我是不是第三十张 可以战略性的放弃 这个战略是您定的战略 这个放弃是您自己选择的途径 不要让我替您做主 我不做这个主 但是每一张什么情况 我会给大家说清楚 其实到现在为止 这五部分 我就给大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大家复习的时候 像二九三十不用下太大功夫 没义 然后第二十八章做历年试题 第二十三章做历年试题 第二十七章其实也是做历年试题 把原理听清楚做历年试题 而且合并 就是把讲义生的历题掌握住就可以了 日后的调整事项跟差错更正 分别是可一可二 注意主观题 然后每年百分之百考的 会计政策变更 估计变更的区分 调整事项 非调整事项的区分 而外比折算 十年有九年 几乎都是客观题 包括诈物通主 非货病自然交换 其中的认定是客观题常考的 主观题偶尔作为引子 作为前奏来考核 所得税 您会和不会 或者说您觉得难和不难 都咬牙给我坚持住 吃我代受 一定给我坚持住 租赁再坚持一年 如果2022年 他没有考主观题 那他可能就恢复到常态 知道常态是什么 21号准则的常态 基本上就是每年一个客观题 但是今年 至少给我掌握到主观题的程度 然后第18章 主观题就是商品对价组成部分说过了 剩下基本客观题 第17章收入费用利润里边的收入给我多下功夫 一定要多下功夫 第13章金融工具一定会让大家刻骨铭心 尤其他的理论部分 好在什么 考核理论部分的概率要小一些 考核例题的概率小一些 所以大家将来会觉得有一种尴尬的局面 理论部分我没理解的很透 而理论部分恰恰很难 这个题呢 赵胡罗维会画表 考核的恰恰是这个题 所以第13章 大家学完了会有这么种感觉 第12章没有什么难度 第11章我们所说的借款费用 除了2014年那个综合题 基本都是客观题 然后第10章股份支付 不用猜不用想 百分之百是个重点 集团股份支付 限制性股票 包括普通的股份支付 什么权益结算 现金结算 经常在查错更正里边考核 你要说他分支多吗 你一道查错更正组合题 可能考五章的内容 他只占三分 只占四分 但你不可能说他不要 第九章职工薪酬 设定授益计划的难度非常大 但是一般是客观题 而常规的恰恰容易考 查错更正的主观题 第七章第八章 基本上是客观题 第六章是难度非常大的一章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他可以单独的出主观题 比如说权益法的核算 比如说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方法的转换 但是更多的他是跟第27章 合并财务报本结合起来出综合体一调会 那么投资性房地产说过了 加索得税的题目要关注到 然后无形资产是自行研发 加索得税的题目 一调关注到 剩下固定资产和存货 这些毕竟属于基础性章节的内容 我还是希望大家掌握住基本知识 因为将来比如说和平报本里边设计的存货了 你不可能连最基本的存货构成项目都不知道 和平报本涉及到固定资产了 你连固定资产后续几粮都不知道 那就有点不像话了 所以第二部分会计要素的核算 还有我们第一部分会计基本理论的核算 都给大家正着说了一遍 反着说了一遍 你应该知道哪是重点 哪是难点 考核的内容是什么 那最后其实想跟大家说一句话 就是有些学生说 我已经是听完了 但是很多专业名词专业术语 我不会 没关系 我给大家提个最简单的要求 等您听完了基础般的课程 您再返回头听一遍我的教材矿界结构 对于您老人家来说 会有一个更大的题 原来老师说的好像是整个道理 对于你复习到最后阶段 你都已经做到历年试题了 你再返回头听一遍教材矿界结构 你会这个教材矿界结构对它的体会会更深一点 这就是第二部分教材矿界结构分析 那好 到这为止 我们预期班三部分的内容 前两部分相关内容介绍 教材矿界结构分析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大家就应该知道了 我们真正的重头戏在基础知识介绍 那好 这一讲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